哈囉沒錯,歡迎來到寫技術場 那今天是來到我一個非常推薦的早餐店 但是我還在猶豫要不要講的店 因為我怕我一講,會太多人 等一下夠紅才會啦 好,那今天我來這邊就是 未雨三重的一間 非常厲害的早餐店 然後呢,讓我看到照片 對,讓我看到食物給大家看一下 這邊我最推薦的就是這個 雞肉圈 超悶的 大家可能會以為洋蔥圈是錯的 看見實際是肉和雞肉 很髒 然後這個我覺得比較有超爆好吃 就通常就覺得超好吃對不對 超好吃 超爆好吃 然後我把它點梅跟麵 然後,紅薯花皮寶 喔這個超好吃 這個那一定要點 來看一下 來講這樣 然後 然後就很正常的 好,那我馬上來 直接 試吃這個好了 就好 就是炒喔 好,再給他拍這樣 OK 不錯,不是一個看起來用羊羞圈的一個雞肉圈 然後他一定要燈,他就寫一隻 他就不會柔軟 然後口感非常的脆 你可以咬一半看看嗎 你可以咬一半看看嗎 你是專業美食國主 不國主 美食 美食Youtuber 很好吃 它裡面就是雞肉 但它裡面就是Q耶 它不是那種柴柴的 它可能也是那種柴柴的 但是它就是 剛好好吃 我也不知道怎麼會更好吃 它正向人 不知道 我吃一口 豐富花之寶給他 我吃一口 豐富花之寶給他 我覺得 超大一天耶 它還六次 我看到每次都這麼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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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紅花之寶耶 花之寶 其實早上那應該蠻少聽到花之寶 你是不是 有啊其實蠻多的 但我很少看到的 好那我吃 那就是漢堡 花之寶 蛋跟菜一樣 好,三 二 超好吃的 裡面的花枝很大塊 超大超值的 我覺得來的地方是要點這個跟雞肉圈 這個超棒 然後它裡面也是 是好喝的 就是有點紅茶 奶茶也會蠻推的 就是常見的 常見的早餐奶茶 就是奶茶 就奶茶加紅茶 好 好幾分鐘了 三分鐘 好那我吃 那我先看看 培根嫩奶 培根嫩奶 是 這個很常見 就是 好吃的很棒 你是不是忘了什麼 蛤 你是不是忘了什麼 蛤 你是不是忘了什麼 你要吃 欸 我可以吃 好吃到欸 通常都不會切對不對 通常只會這樣吃一半 會啊 你哪裡來的明明就會切 沒有 通常台北的餐廳就是 只會這樣稍微切起來 然後讓你這樣撕開 哪有 我吃的一直都會切 那是山蟲 山蟲比較貼心 台北也不貼心 那台北有些會 但是 山蟲好像都會 幫你直接切開 可以吃的 可以吃的 神圓巨孔 嗯 這是常見的 巧克力後面 那是好吃的 嗯 我覺得反正 就是花生後面 跟巧克力後面 嗯 可是有些巧克力很難吃 有些很好吃 有 我吃過難吃的 我吃過難吃的 我有吃過難吃 有些吃起來就是假假的 然後有些吃起來就是 有些地方是 那種蒸果巧克力的特色 就是好吃 好吃巧克力後面 好啦 那我們快點吃 啊我可以拍在這裡 好 好看我們小幫手來試吃 我的天啊 我都好了 我都開著嘴巴就好了 小姐為什麼你要吃這麼快 你看 超大 超大 好 好 吃喝一下奶茶 好吃 好 請你試試一下雞肉圈 嗯 我感覺很幸福 吃阿花生 不知道我的巧克力後面吃掉 先介紹 我感覺很幸福 嗯 16千 而且我們羞肉圈都要點兩盤 因為一盤吃不夠 可以打架 真的會吵起來 一盤完全不夠 每次我都生氣 那你為什麼把羞肉圈吃完 好 那你一二千 要十分給他幾分 十一分 因為我要給我也是給十一分 就是超飽 嗯 然後我是 炸蕃茄醬跟醬油都可以的 我只是喜歡吃番茄的 那紅紅花圈應該幾分 十一分 我會給他十一分 我每次來都點 每一次 那你覺得我們要公布店家嗎 我們會不會以後都要排隊 有可能 因為他其實現在生意就已經排不出了 好啦 那我覺得不要 我覺得他可以從 我們拍的畫面當中去猜測是哪一間 因為 如果你常來參嘗的話 應該知道是哪一間 好啦 但我們也有可能會放在資訊欄 他巧克力後面是好吃的巧克力後面 真的好吃 像我們吃過更好吃 所以只能給他吧 所以我覺得他培根蛋餅不能點 嗯 培根蛋餅 嗯 我覺得大家可以點別的蛋餅 嗯 培根蛋餅比較普通吧 因為我剛剛想說我沒點過就點點看 結果 還好 比我意想的沒那麼好吃 可是我們吃過這些東西最普通的 對然後 但是 這個 呃 肚子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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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這個感覺很幸福 嗯 那你還 一次點哪邊奶茶欸 你是奶茶狂人嗎 嗯 快到了 散一下可以嗎 可以 我現在素顏 沒有畫得出來 然後大家說 素顏太漂亮了吧 哇 怎麼可能 超好笑 哈哈 好 嗯 嗯 我最喜歡的 好 差不多啦 八分半啦 可以開廣告就好了 嗯 史上最現實的youtube 嗯 好 那 那這間的早餐店 一到十分給他幾分 總體分數 嗯 九分 就是綜合環境 食物 人員親切 價位 那些 而且他很便宜 嗯 其實現在早餐店真的越來越過了 現在有時候要點個漢堡都點到快一百塊不是嗎 對啊 我點個牛肉堡要九十一百 這麼才六十塊 對啊 然後 五十塊的漢堡還沒有過飲料 嗯 真的五年 啊這個六十 啊這個二十 二十五 那你才幾八十 就可以吃得很飽 那這個是 我的 房子餐廳真的太貴了 好 好啦 那 就這樣啦 那來看今天的 決定日常 今天是 開箱三重某間 雞推早餐 今天是情侶日常 今天是情侶日常 我看今天算情侶日常 嗯 嗯 好 那我們再看一下要不要開發情侶日常 就是開發情侶日常這個系列 就是有時候是解零日常有時候是情侶日常 然後也都是開這樣吃的這樣 好 那就這樣啦 看起來這很有食慾 看起來這很有食慾 看起來很有食慾 大家可以看到畫面 像食慾 可是好像養蟲圈 好 就這樣啦 大家掰掰 下次影片見 掰掰 掰掰